今年我发现Readwise Reader阅读软件 它对我这种需要大量阅读和输入的知识类up主来说 简直就是革命性的 自从用它有话 我就抛弃了所有的阅读类up 把全部的阅读都集中到了Reader里 而且如果只把Reader当成一个电子阅读软件 可就小看它了 它实际上是一个三合一的神器 它是个信息捕捉软件 又是个优秀的阅读笔记 以及知识管理软件 而且它还内置了ChaiGPT的AI功能 最后Reader竟然还是一款内容的创作和分享软件 我对它的评价就三个字 那就是它懂我 那在今天视频里呢 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用Reader来加倍我的知识获取效率的 无论你是一名内容创作者 学生或者说研究人员 只要是你希望通过阅读学习知识解决问题的人 那这个视频都会对你有帮助 我也替大家从Readwise那里获得了一个福利 那大家通过我的专属链接注册Reader 可以获得两个月的免费使用 这比官方要长一个月 在详细分享之前 我非常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阅读的目的和工作流 那我阅读呢 主要有两个目的 做内容输出 阅读是我的灵感和知识的最主要来源 二解决我的问题 那我把这两个目的都叫做具体的project项目 所以我从来都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 而是为了最终的输出和行动 我要求所有收集的信息都找到一个归宿 我把这个归宿叫做项目盒子 那你可以把我的每个视频想法 或者我要解决的问题呢 都当做是一个盒子 我把所有相关的内容都往这个盒子里塞 消化吸收后再转化成我的输出 那关于这个呢 我之前这个DR大脑的视频讲过 特别推荐你去看一看 那刚才提到Reader的三个重要功能 都完美的符合了我的阅读的目的和流程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懂我 那现在我们就一条一条的看 那首先呢Reader是一个信息捕捉工具 类似大家熟悉的ReaderLeader软件 那Reader的强大之处呢 除了常见的文字信息源 还支持YouTube视频之类多媒体信息源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文字类信息源 文章博客 推文 Newslizer RS feed 和书籍 比如我看到这篇文章不错 我直接点击这个Reader的浏览器插件 它就被收集到了Reader的inbox 但是Reader厉害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直接在文章的原始网页上 做highlight 笔记和加标签 甚至使用AI功能 那你做的这些工作 都会自动同步到你的Reader软件当中 那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不会打断你的工作流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Reader软件里 来做这些事情 那这些笔记和管理功能 我们一会再说 对了 Reader还是一个全平台的一个软件 手机 iPad 网页端都可以使用 而且是云端同步的 那如果我在手机上 看到一个不错的推文呢 我可以直接把它收集到这个Reader里 那这条推文呢 就会出现在 这个Twitter的这个分类那里 那左侧的这些分类视图呢 我们一会再说 那我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字信息源呢 就是Newsletter 那Newsletter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它会占用你的邮箱 跟其他的邮件混在一起 管理起来不方便 那Reader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方法就是 它给了你一个虚拟的邮箱 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邮件地址去订阅各种Newsletter 那这样呢 所有的这个Newsletter 都会被集中到Reader的这个 Feed里来进行阅读和管理 那你自己的邮箱 就会清爽很多了 那这个Reader的Feed呢 除了可以收取Newsletter 它也可以去收取RSS feed 如果你订阅了一个网站的RSS呢 当它内容更新了 就会自动的推送到你的Reader里 那想在Reader里订阅一个网站的RSS feed呢 你可以直接点击 Add Feed输入网址 添加就可以了 那Reader呢 还根据你的这个阅读内容呢 建议了一下RSS feed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信息添加 OK 那我最重要的知识 获取来源是书籍 那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 就是 我几乎不读实体书 我之前节目里看到 我拿实体书都是为了视频效果 我大部分时候呢 只阅读电子书 因为电子书更方便 我做highlights做笔记和检索 而且我可以随时随地的读书 那之前呢 我会用Apple Books和Kindle 但是有了Reader之后呢 我就把它们全抛弃了 那Reader支持EPOB和PDF的文件 那点击这里上传文件 EPOB会被Reader自动归类到Book试图里 那PDF呢 会归入到PDF的试图里 然后你就可以去阅读 做笔记和管理了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文字类信息源的收集 那我刚才说了Reader的厉害之处呢 还在于它可以收集视频 你比如说啊 我看到这个YouTube视频很不错 那我点击Reader浏览器插件 它就会被收集到Reader里的这个视频式图里 那为啥要用Reader来看这个视频呢 因为啊 如果这个视频有字幕的话 这些字幕文本会像文章一样展示出来 并且随着播放进度滚动 而且啊 你可以像文章一样去做highlight 笔记整理 以及使用AI功能 那如果你看的是英文视频 你可以用Reader的AI功能来进行翻译和解释 非常适合你学外语 这些呢 我们一会儿再说 好 那以上就是我使用Reader收集所有阅读信息的方式 完成了我项目合资的第一步 那接下来就是 我要对这些内容进行整理和阅读 这才是最重要的步骤 即使你把整个互联法都收集到Reader里 你不去阅读的话 你只是一个信息囤积者 而Reader的阅读功能 比我用过的所有的软件都要强大 那Reader的阅读功能可以分成 highlight 笔记 AI辅助阅读和标签 以视图管理 四大类 那想要highlight一句话 你直接用鼠标或者手机上的手指选中 这句话就可以 你也可以对highlight记笔记 点击highlight上这个图标 记录笔记 就会出现在旁边 以及这边的这个笔记本里 OK 那除了做笔记啊 你也可以给这个highlight加标签 不过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讲 那Reader最让我兴奋的功能之夜 就是它内置了拆GPT的功能 你需要做的呢 就是输入自己的OpenAI的API 那我们点击这个highlight 点这三个点之后 选择invoke ghost reader 那你能看到它内嵌了几个功能 简化翻译总结写这个hiku 做记忆卡以及自定义 那比如说我点击这个翻译 然后选择中文 那么ghost reader开始工作 好 翻译放到了highlight的笔记里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自制的prompt 那我点击这个custom 然后把原有的prompt删除 我写自己的prompt 让它帮我解释这段话的意思 然后它就会出现在旁边的笔记里 那刚才说的这个ghost reader呢 是针对于highlight的AI辅助 那其实它的整个文档的不同层级 都有不同的作用 你比如说啊 我选择一个词 然后启动ghost reader 那它出现的menu呢 就会有定义百科数语查找翻译和自定义 那这跟刚才选中一句话的这个menu不同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用ghost reader 对整个文档做一些操作 你比如说你可以去问文档问题 总结根据你的highlight 生成问题Q&A以及自定义等等 那看到这里呢 你是不是就明白了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reader吧 那我和阅读相关的所有工作 都可以集中在这一个app里完成 它甚至还包含了拆GPT的功能 这就大大节省了我 之前需要在不同的这个app当中 切换的这个时间了 OK我们继续 那刚才的这些所有的这个highlight和nose 都存在旁边的笔记本里 而reader想的很周全一点 就是它允许你把它们全部导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用的功能 因为除了你可以把这些导出的内容 导入到其他的笔记软件里 你还可以把这些导出的highlight和笔记 当成一个知识库 放到chatGPT里做一个custom GPT 这就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 你比如说我正在制作一个 Elon Musk传记的分享视频 我把全部的highlight和笔记 都制成了一个custom GPT 那这样我就可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 为我的视频来找这个论据了 OK 那我们说完了reader的阅读笔记和AI功能 但是只阅读和笔记还不行 我还需要对这些东西来进行管理 reader的标签和视图 就是我用来分类的盒子 那我们先说标签 reader有两种标签 一个是文档标签 一个是highlight标签 那文档标签就是对整个文档的一个分类 比如我会经常在会员网站里分享一些 我读到的优秀内容 你比如说这个YouTube采访视频 那我会给他加一个会员分享的文档标签 那这个会员分享的就是我的一个盒子 但是我怎么找到这些全部加了标签的内容呢 你看左边这里有一个视图 我点击进去就能看到这个标签的全部文档 你的每一个标签都可以做成一个自定义的视图 放到左边 你比如说我点击这里的管理标签 点击这个经济衰退标签 那我们就能看到我当时做这个视频参考的全部的文档 如果我想快速的访问这个标签 我可以把它加到左边的视图栏里 那reader的视图管理很强大 那详细的内容呢 建议大家去参考官方的教程 OK那除了给文档加标签 reader还能给highlight加标签 那这个就更厉害了 你比如我会在会员网站的读书会里 每次为读的书准备讨论题 那我的做法就是先去读书 读的时候呢做highlight 那如果哪个highlight让我有灵感呢 我会给他加一个discussion question的标签 然后呢把讨论题写在那里 或者啊如果我看到一个文档里 提到了其他的书籍 我会highlight书名加一个book的标签 最近我还从会员那里学到一招二 那就是通过标签给自己制作英语单词本 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生词 我highlight 然后ghost reader给出定义 然后呢加一个词汇的标签 那这样呢我就能够收集一个词汇本出来 OK 那在给这些highlight加标签之后 怎么能够找到他们的汇总呢 这个就比较tricky 你无法在reader里去找到这些highlight标签的汇总 你需要去readwise里去找这些标签 打开readwise点击highlight标签 他们在这里 那我点击book标签 就能看到我收集的那些书名 那关于readwise怎么使用呢 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多说了 那网上有很多的教程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 这个现在的reader和readwise之间的这个体验呢 还是有些复杂和割裂的 我个人认为他们大概率会合并成一个软件 OK那现在就回到我的项目合资工作流 我们已经完成了信息的采集 分类阅读和吸收 下一步就输出了 那一般情况下我会按照标签的归类收集我的笔记 然后去其他软件里去写稿 然后拍摄分享 但是让我惊喜的是啊 reader本身竟然是一个简洁的创作输出工具 比如我刚才看到那个YouTube播客 我做了很多的highlight和笔记 那我点击这里获取文档的分享链接 然后把这个链接发布到我的会员网站 然后即使会员没有reader软件 他们打开之后呢 也能看到原文我做的这些highlight 以及我的笔记 那这个功能简直就是太棒了 假如你是个老师 给学生批改作业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或者你给同学同事teammember分享和注视文章 也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那除了这种分享 你还可以把一个单独的highlight 导出一个美观的图片 分享到社交媒体或者其他的这个地方 那他的图片设计呢 非常优雅的 这比简单的复制文字的效果也好太多了 OK那以上呢 就是我对reader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功能 我没有办法一一介绍 那这些具体的教程呢 我会逐渐的发布到会员网站里 那可能有人说啊 这个reader有的功能 别的软件也有 但是呢 你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 几乎把全部阅读工作流都集中到一起的软件 这就是reader的独特之处 如果你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 或者希望养成阅读的习惯 那强烈推荐你使用我的reader专属链接注册 那你可以获得两个月的免费使用 比官方要多一个月 那我有信心 一旦你开始使用它 你就回不去了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的视频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